中国新年假期刚刚结束 数百万民工长途跋涉回到南方工作 不过受到外销订单减少 景气不像从前 许多民工不是遭到解雇 就是考虑要回乡 年假结束 数百万的中国民工回到南方打拼 不过受到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外销订单急剧减少 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 曾经是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南方 这里的许多工厂现在都面临了生存危机 许多民工发现荣景不在 来自北方甘肃26岁的马强军说 对于没有其他选择的民工 如江苏的韩东青就回到原单位 上海进了智冷自控原件有限公司 不过老板张仁俊说 从去年下旬开始 欧美的订单就减少了8% 公司为了减少支出可能会裁员 去年12月中国的出口增长掉到两年来的最低点 根据万宝上华集团预测 今年中国的净就业率 与去年的37%成长相比 将有大幅度的下降 新台记者谢新杰综合报道